今天要開的是大雁孤虹Pro M 我這次拿的是 大小是中間的 有54跟55跟56 我覺得56太大了 54太小 所以我就拿這個55 這個是 它不是磁懸浮 因為我聽說磁懸浮有點太重了 跟彈簧版差很多 所以我就沒有拿磁懸浮 好 然後先把它拆開 這樣子 解法教學 這個就不用看了 就是 賓尼對公事 說明書 這是英文的 中文的 軸距跟 AAA 它是可以調彈力嗎 好 不重要 我們直接看方塊 裡面就這樣子 這個放回去 我們直接看方塊 打開 這次 打開是沒有很油 還可以 好 我錯了 這一面蠻油的 可是其他面 至少是正常的 我插一下 好先來 轉一下 把這個還不錯 它轉起來其實有點很磨浴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它很脆 又很滑 但 它的 轉起來很 很軟啊 像我這樣 它也沒有 它也沒有 特別去調過 結果 非常軟 我們看一下 它會不會轉腳 還可以 做得不錯 看一下結構 這結構就 蠻簡單的 腳塊的話 一樣是有 這個 軸尺 好 我們看一下中心 看一下這個 這個要拿什麼東西調 徒手 逆時針轉動 這個是 這個是多少 有點太暗了 所以 我照一下 現在是 1 1 1的話 是最 最鬆的 好 那是要怎麼轉 它是可以直接 往左 喔對 這樣子 這樣子 好我們調到3 好了 就是 中間 我們把 每一面都調到3 好 好 這樣蠻剛好 不錯 好 講一下感想 剛才錄影 中斷了 我覺得 這個方塊差不多是 300出頭 因為這個不是磁懸浮的 所以 300 我記得315 如果再模範五買的話 它的 呃 也不會過滑 也不會太 太黏 但是 容錯的部分 我覺得也 還 還不錯 至於配色嘛 因為我都是用母慾的 方塊 所以 這個配色 我這樣子看的話 是沒有差很多啦 就比較 比較暗一點 比較暗一點 但 這個是不用特別去習慣 好 再來 再來是 我覺得不需要去買 磁懸浮 因為 我目前轉動的這個感覺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適中的 所以如果再去 就是讓它變磁懸浮的話 會變得 有點過滑 所以 我覺得 彈簧板 應該是 更好轉 這個重量也 還可以 始終 我甚至覺得 它完全不用調整 我剛剛只是調了 裡面的 彈力 呃 調了周距 我也沒有上油 就是原廠油 就很好轉 就很好轉 所以 我覺得它真的蠻適合 入手的 現在 就是 是 你 有 有 有 一些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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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